仲在農夫村水里西畔的波斯局已经大开了 水里乡长叶明峰特别邀请乡丽幼儿园的师生 前来赏滑郊游并趁着好天气 大家一起拍照留下美丽的回忆 后头我这一片就是我们今年所播种的波斯局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今年就以比较小的规模来施种这个波斯局 希望我们在年底的时候 我们会把它塑造成一个有花海 有一个休闲 可以供民众来这边拍照打卡的一个景点 我们在水里乡长叶明峰夜乡长非常用心 在我们水里西畔旁边也有一片很漂亮的波斯局 现在都在开满开的花海 所以欢迎大家可以共同来到水里乡 来这走这步道 也可以来这欣赏很漂亮的波斯局 在水里西畔众波斯局花海只是第一步 公所感谢台电公司与四合局的协助 并表示接下来会惊喜相关规划 要进一步绿美化水里西畔的自行车道景观 要先谢谢我们的台电跟四合局 就场地的部分还有图石对应的部分 给我们很多的协助 我们明年预计在这里会有一些异象就是大型异象 然后会做一个花区的它的建制 会把它做一个比较整体完整完善的规划 然后希望说这个在脚踏车步道的 骑脚踏车步道的时候 它能够顺便欣赏到水里漂亮的水里西沿岸的风景 但是过年前经由水里方所用心 浅心来把我们这个位置 原本是跟酒头一片都是酒头 但是经过公所的用心 然后整片这次的花海非常地漂亮 欢迎国内的我们这个游客来这里观赏 水里西畔的波斯局花海已经大开 景色正美 乡长夜明风 外乡亲游客趁着天气好花正美 赶紧来水里西赏花散步拍照 记者静音声囊的现采访报道